各位每日读经的朋友们 大家平安 今天是12月31日 也是一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要为各位诵读的是 若望福音 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天主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凡受造的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类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绝不能胜过他 有一个人名叫若汉 是天主派遣来的 他来是为作证 为给光明作证 为使众人借着他而信 他不是那光 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那普照美人的真光 正在进入这世界 他原来已经在世界上 因为世界本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但是世人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但是那些接受他的 就是信他名字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利 成为天主的儿女 这些人出生 不是有血气 也不是有肉欲或难欲 而是由天主生的 于是圣言成了人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见过他的光荣 就是重复而来的独生子的光荣 充满恩宠和真理 当时若翰为他作证大声说 这一位就是我所说过的 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为他本来就先我而有 我们都分享他丰富的恩宠 而且恩宠上加恩宠 因为法律是借梅社颁布的 但恩宠和真理 却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那身为天主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给我们详述了 在一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刚刚读到的是 若望福音的开端词 这开端词描述 在起初 在最后的时间 让我们去想起 在起初 在起初 谁能够知道自己在起初时候的样子呢 甚至谁知道 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在起初时候 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我们现在只能推测 我们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科学的理论 但是 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在起初 就只有天主存在 让我们能够相信 这一个在起初就有的神 他爱我们 进入我们人群当中 成为人 为了拯救你我 所以 若望说 那普照 每人的真光 进入世界 这一个光 天主 来到这世界上面 不是为了某一群人 而是为了所有的人 他的光没有死角 他的光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人身上 为的是 使我们恩宠上 加恩宠 正如刚刚福音当中所说的 让我们分享 他丰厚的恩宠 而且恩宠上 加恩宠 愿这样子恩宠的生活 来到你的生命里 愿天主降福你 感谢观看